王盛宏的散文细腻而内敛 他曾自定三棱镜写作计划 走访海外 书写台北 然后回望故乡 一步步靠近自己 在亲迷一文中 他以食物连接回忆 记录童年里的温暖滋味 大风吹 吹什么 吹有记忆的人 六婶没有好厨艺 比起六叔来便明显逊色不少 赶快是猪眉 六叔熬的狗眉 用料丰富 手续繁复 而六婶端上桌的 却永远是情眉 平淡寡味 还咬一碗沸腾在疙心的梅汤 要我们喝下 只因他不知从哪儿听来的 那是池茶梅的精华 不过六叔难得下厨 他的厨艺带着一种表演性质 节庆加年华 我能要请求一样做菜 早得破散 六婶说得并不夸张 六叔六婶是我对父亲母亲的称呼 六叔不在家 六婶挪出一间当父亲 六叔回家了 这个家能靠六婶撑着 可是六婶没有好厨艺 有一年我去到很远很远的苏格兰 老天一张脸总像在赌气 语言学校里老师教到 Comfort food这个词 他问我 圣红 什么是你的Comfort food呢 梅 六婶的前梅 当你失落沮丧时 什么食物可以温暖你的胃 也温暖你的心呢 我说到你一个小小小小的